大家好 我是怡主 今天想做羊粥炒飯 我用了隔夜飯 另外我預備了叉燒 蝦仁 蔥 和4隻雞蛋 蝦仁我會先和它出水 水滾之後可以關火 然後放蝦仁 然後等它20秒 20秒後我拿了蝦仁出來 現在蝦仁大約有8成熟 用這個方法去灼熟蝦仁 當時你炒飯出來會特別爽脆 我們現在一開始 我會先爆炒叉燒 叉燒炒到大約有少少脆 可以放在碗裡 現在我們會開始炒飯 我會放在碗裡 我會放在碗裡 把飯放在碗裡 先炒 好了 飯放在碗裡 我們盡量以大火炒 炒至一粒一粒 炒至差不多 我們會放一半的蛋液 我們會在中間放一半 然後把雞蛋放在碗裡 一半的蛋放在碗裡 然後我會放在碗裡 然後把雞蛋放在碗裡 然後把雞蛋放在碗裡 炒至碗裡 看見魚蛋和雞蛋在碗裡 那我們現在剩下雞蛋 剩下雞蛋 我現在可以放在中間 不要動它 讓它成形 繼續攪拌 讓它變成蛋絲時 可以拌其他飯一起炒 炒至差不多 加入叉燒和花 最後在旁邊炸兩個圈 最後加入蔥花 快手炒就可以關火 揚州炒飯做好了 大家都試試吧 好吃 如果你喜歡 給我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